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20歲那一年,我二專畢業正在等待當兵的通知 那一年的暑假,因為國中的同學的邀約 叫我陪他一起去面試打工的機會 結果到了一家銷售BB Call 傳扶機的公司 當時是在1995年 手機還沒有誕生的時候 這家公司的傳扶機 每月的月租費是800元 介紹一個客戶可以退用100塊 客戶在介紹客戶的話 每個月我還可以多零50塊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這就叫做直銷公司 獎金可以領多代 當時我非常興奮 因為和我只差一歲的那位大上限 當時每個月已經有11萬的獎金 組織的人數已經有數百個人 我當時心裡就盤算著 只要我努力工作一陣子 等我退伍之後 不用工作也能夠持續領著所謂的 被動收入 持續收入 那該有多好啊 但是科技進步神速 很無奈的呢 我入伍之後沒多久 手機開始問事 因為手機可以互相傳簡訊 又能夠打電話 直接取代了傳扶機的功能 於是當時的公司 產品面臨競爭 沒多久就倒閉了 這個經驗 讓我明白一個重點 找一家 前景好的直銷公司 很重要 並且要及早加入 在一片藍海市場的時候 才有賺錢的機會 我當時加入的時候 已經太晚了 市場早就已經被佔據了 進入了紅海的市場 那時候的市場限制了發展 而且非常容易被新科技所取代 退伍之後 我陸續也被許多朋友 找去幾家直銷公司 聽說明會 那時候呢 我才知道 在第一家公司學到的 A B C 法則 原來 每一家直銷公司 都在使用 A 就是上限 B 是自己 C 就是潛在客戶 B 帶著 C 來聽 A 的說明 或者聽 台上的講師的說明 借力使力 促使 C 的成交 那時候 我開始意識到 人們會被成交 主要的重點在於 信任關係 但是 B 沒有專業 何來的信任 所以成交的關鍵在於 對講師或上限的信任 所以 第二個重點就是 要讓別人信任自己 就讓自己成為專家 站在講台上 當時我沒有繼續直銷的事業 而是選擇當一般的上班族 幾年之後 我自己創業成立了公司 開始走向 網路行銷的事業之路 因為我發現 要把事業做得又大 又輕鬆 絕對要用網路工具 才能接觸最多的人群 更有效率的增加影響力 所以 第三個重點就是 善用網路系統 讓組織 沒有國界 我的網路行銷 線上教學的課程 學生遍及世界各地 只要能夠刷卡 都可以購買我的線上課程 所以 如果你要經營一家 直銷事業的話 你就必須挑選一家跨國公司 因為直銷必須符合各國的當地法規 一家跨國公司 你才能夠讓組織遍及世界各地 而不只局限於台灣 所以 第四個重點就是 挑選有跨國能力的 直銷公司 當我開始在網路行銷的 教學事業有了一點點的知名度之後 來找我合作的 直銷公司 就更多了 台灣 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的直銷公司成立 加上 網路開發 陌生客戶的技術 其實要建立一支 龐大的 直銷大軍 對我來說已經不會太困難 但是 如果找一般人來加入我的團隊 並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那麼 關鍵是什麼呢 這關鍵就是 必須要找尋 有經驗 而且非常有企圖心的 領導者 領導者是最重要的 經營直銷事業呢 就像在經營一家企業 每個人都必須是自動自發的經營 這個組織才能夠快速的發展 如果你找的人是單純的消費者 他並不會想要啟動直銷事業 那麼你就變成了一般銷售的業務員 在銷售產品而已 我們要做到組織 就要把自己放在老闆的格局 老闆要的是人才 我有培育人才 組織才會壯大 就像企業 除了老闆自己 還必須培育優秀的總經理 部門經理 意思是一樣的 除了培育組織內的人才之外 你要做到組織 還必須做到第六點 虛實整合 互助合作 網絡的粉絲建立是我的專長 但是地面的實體人脈 就不是我的強項 所以 在現在這個時代 要做的比別人更快 就要把不同的能力的人 結合在一起 互助合作 讓粉絲經濟 再搭上 實體人脈 互相搭配 網絡選材 配合地面訓練 一起做到虛實整合 就能創建一個強大的 直銷團隊 以上六個重點 同時具備 你的組織 就能夠 飛快的成長 讓我們再複習一次 第一 找一家前景好的 直銷公司很重要 並且要及早加入 第二 要讓別人信任自己 就要讓自己成為專家 站在講台上 第三 善用網絡系統 讓組織沒有國界 第四 挑選有跨國能力的 直銷公司 第五 必須找尋有經驗 並且有企圖心的 領導者 第六 虛實整合 互助合作 非常的重要 目前找我合作的直銷商很多 但是我只能挑選有潛力的 強者合作 如果你也希望靠直銷 幫助自己 年賺千萬 我可以引進給你們認識 但是我本身並不會參與直銷工作 因為我擅長網絡行銷 我會提供網絡行銷的系統方法 並且符合上面所描述的六個重點 幫助你的組織 飛快成長 有興趣的朋友 請點擊下面的按鈕 馬上去了解吧